F-15 50岁,F-22 25岁 两家都是美国空军机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了 那么请问要是你来做决策 想要进一步升级和扩充战斗机编队的话 你会选哪一家呢 F-22对不对 因为它更年轻,更先进,超隐身,也超能打了 但是美国空军的选择却是F-15 不仅如此,他们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计划在2030年左右 将现有的F-22全部退役 奇怪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咱们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对F-22已经是相当熟悉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 以免让人觉得它就是个连F-15都不如的花架子 所以说才被抛弃了 但事实上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-22猛禽战斗机 于1997年首次飞上天空时 它就是一架与现役所有的战斗机都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了 以至于很快就因为它的出现诞生了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准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,它们被称作第五代战机 如今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全世界也只多了三款飞机 以足够先进的实力赢得了令人垂颜的五代机的称号 F-35、J-20和苏-57尽管这些战机比F-22更新 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更为先进 但F-22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空对空战斗机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F-22的诞生就是为了拿到空战之王的桂冠的 但讽刺的是,正是这顶桂冠成为了它被迫推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F-22诞生于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 该计划可以往前追溯回到1981年 当时美国空军首次制定并确定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要求清单 它们全部都指向去取代已经被视为传奇的F-15 彼时,冷战依然活跃 F-15有一个明确的对抗目标 苏联的米格-25 尽管后来我们知道米格-25更多是苏联人放出来的一颗烟雾弹 但是它的确对美国人起了作用 让他们怕的不行 所以哪怕是认为自己的F-15可以在米格-25面前占据优势 但是也很担心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已经在路上了 把F-15打掉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嘛 得要抢时间了 于是你看这速度 1985年开始征绩方案 结果到了1991年不仅YF-22已经试飞 而且还赢下了生产合同 6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 低价生产型的F-22就首飞了 8年后2005年F-22正式服役 结果嘛 自然是跟当初想要的一模一样了 F-22的空战能力手去一指 得益于其推力矢量控制和高推重比的发动机 F-22拥有极高的机动性 再加上内艇M61火生6罐 220毫米加特林旋转机炮 使其即使在完全不考虑隐身的情况下 也能够在空中与那些最强大的四代机近距离狗斗 就更不要提迄今为止飞机上最小的雷达截面了 如果他想要隐身 也可以选择在视剧外就同对方交战 总之空中优势似乎被他拿捏得四四的 所以这么看起来 这款五代机的开山之作不仅研发的快 优势还很明显 而且服役的时间也近得很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退役他 好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存在的理由不存在了 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建造F-22合同的同一年 苏联解体了 冷战结束了 到F-22服役时 美国已经预不到他假想中强大的苏联战斗机了 相反 他倒是在多个战区对恐怖组织发动了战争 不过恐怖组织哪有什么可以跟F-22干架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呢 等于就是F-22完全就失去了对手了 茫然了 因此2009年 美国将原本计划的750架F-22订单大幅削减至186架 其中真正入列的不过150架左右 这些原本有望在机队中取代F-15的五代机 突然就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而且随着多用途隐身战机F-35紧随其后 F-22的大部分生产线被蚕食变成了别人的嫁衣 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都不会有超过186枝猛型了 那只有186架就将就着186架用呗 怎么着它也还是够先进的呀 似乎退役的决定还是有些站不住脚嘛 但是随着生产线的停止呢 一些部件根本就无法更换嘛 而如果要去小批量的生产他们的话 成本会高得惊人啊 毕竟美国空军曾经打算退役其所有的F-15 以支持F-22 但如今必须要支付维护更新和发展其F-15机队的费用 同时还要支持相对较少 但价格却异常昂贵的F-22 他们实在也是吃不消了嘛 与其这样拧巴着 不如痛快的来一个了结啊 直接退一塌说案了 这大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 好 就算美国空军愿意留着这100来架的F-22 但他们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 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升级更新的 比如航电 好吧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 与之前的许多战斗机一样 F-22在开发时呢 并未考虑模块化 这意味着其过时的硬件和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想要升级它 不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软件就行了 而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更换其战套硬件啊 这笔钱花下去就一定不是个小数目嘛 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这些F-22进行一系列耗资110亿美元的更新 110亿不便宜吧 但花这么多钱甚至连老航电的边边都没有插到 只不过是一些替换更隐形的外部邮箱和挂架 新的超视距空空导弹和新的电子战套件的开销而已 算是冰山的一角吧 好 那你还可以说 美国老有钱 咋它不就完了吗 硬要这样呢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即便把全部的F-22都升级了 它们也不过才150架左右嘛 要是真的遇到大规模的战斗了能够够用吗 同时啊 它们也仍然面临着很难获得替换零件 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换因老化退役 在事故中损坏或者是被集中后报废的F-22了 花那么多钱升级维护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寂寞显然是不明智的嘛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退役F-22升级和补充F-15 同时把钱砸在下一代制空权战机的研发上嘛 好 好